为了解决马六甲州长期面对的水荒危机 州政府在2018年议决落实日内河岸储水计划 解决水坝干枯见底的问题 但原本有望在2020年竣工的计划却一再展颜 至今还是没有下文 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邱培栋 促请中央和州政府认真看待这个民生课题 尽早解决水工危机 一拖再拖 所以我担心的是会不会越拖越久 到最后没有结果 所以今天我希望联邦政府以及州政府 能够认真地去看待这个问题 以便这个工程能够在最短的时间进行开始 我们来解决这个长远的水贡的问题 事实上马六甲曾在1991年发生大水荒 当时州政府提出新建日内水坝建议 但当局最后宣布取消计划 由于水工的解决方案一拖再拖 当地在2020年2月再次经历水工危机 初培栋认为尽管马六甲蓬勃发展 但水工设备却没有提升 与其号巨资继续发展大型计划 州政府更应该着手解决水坝问题 避免配水事件在未来几年一再上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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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终